在上场直播结束时 很多粉丝都说需要砂锅 用来煲鸡汤给自己媳妇吃 随后大洋哥一听表示没问题 砂锅 你们要的砂锅 上次咱们末尾 就是你们要的什么看 打出来的 砂锅给你们找到了 多大的 三点四成的 随后小洋哥端上来一个砂锅 里面竟然煲了鸡汤 哇 地坊 地坊 这个锅好 卖对了 今天卖这种品 就要卖这种锅 你吃一个 吃一个 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啊 这不行 晚上 那边又要小吃一点 吃多的时候 你晚上回去睡觉 又不运动 他就容易堆积制法 所以今天晚上就傻 这两方炖了吗 哦 两方来炖了 这玩意走 这款砂锅你们现场怎么卖的 个 就是有一个 哎 这不便宜啊 康叔千叶陶石砂锅 我这个是三点四成的 大叔 煤气造 天然气 七天无理由 爱药笋包培 三年内烧坏 免费换新 如你烧坏了也换新 想个日常价求求 想个纸不见 三十九块钱 上车 哦 你是我这个姑娘 昨晚的这一幕 让许多粉丝 联想到自己为了生活 而不断打拼的样子 看完才想起赚钱养家糊口 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咱们直播间 大哥都是自己测试 你测什么呢 自然水 你要测什么 测吸力的 没有水 测水的 测水有没有 做水 没有啊 这水没有 啊 来 在面对质疑时 也是毫不犹豫的 用最直接的方式 白表达 大小杨哥也是心疼的 看着品牌方 这不是谁要喂 他就问我 他就问我 他就问你这样 他就是问一下 这水 做手要是 是什么水 不是说要把这个水 都吸掉啊 主要是看 看我一开机之后 这个污水箱 看他进水 来 来 一开机 他不是吸 他就是走入水 你直接就吸上来了 它比较快 吸力比较大 品牌方为了让大家看到 清洁力 把过期的东西 不断的往地上丢 也是毫不犹豫的 用手擦 够了够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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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水 就要滚刷 轻水和污水 是风采的 品牌方接下来的这个主动 才是打破大多数人最后的绝架 小杨哥也是默默的给品牌方擦脸 滚刷就洗好了 哎 还 还是干净 还是这么干净啊 我跟你说 你无需做这种 做这种东西啊 来来来 把嘴 擦一下 搞的 干嘛呢 干净行吗 是干净 是干净的 为什么我说一实话 他这里面你看看 有这种 硬毛 这种毛很硬的 其实搞得成了很疼的 我带了一个回家 我妈现在就用这个 现在用一个洗涤器 真的 又可以洗 又把地清了 就是清扫 清 一击 一击击 一击击 击倒于四几击 美龄的 美龄的 你说实话啊 你们某猫的 或者某冬 某宝的 价格是多少钱 三千九百九十九 三千九百九九 来我们看一下 三千九百九十九 今天再写好个字不见啊 回去可以送七天 对对对 你感觉不行 可以退 并且送你运费写 一年保修 三十天内只挂 不修 郑松你一个 美宁的吹风机 你许业 就是说 一桶水只需要用这么一小瓶盖 酒瓶 分三个包裹花锅 这一个包裹 这一个包裹 今天在小羊 在直播间 1599 上天 很多网友被小羊哥的一个举动给圈粉了 只因网友们说的 大小羊哥都会放在心上 从而实现网友的期待 就是大家每次直播的时候 大家后面评论要 要 我们记下来的 然后去找他 你这叫啥 充电宝 你来介绍一下 你这个叫什么 我们是2万毫安的快充 可以三个接口同时 三个接口 一个这是两个 这是什么接口 USB 这是什么接口 这是Type-C接口 Type-C接口 确实重啊 2万毫安的 2万毫安的 这为什么这么重啊 因为里面有两个高密度的聚合物电信 你确定你这里面没有铁块 确定 我以前 我以前买那个充电宝 我打开里面有两个大铁块 为什么呢 当然可以感觉更重吗 更重 你可以感觉牛皮 牛皮吗 你别到你 能不能猜 刚来说叫做 不能猜 因为它是叫做充电宝的时候 会有这个东西 学隐患 品牌方说的没错 充电宝强行拆开 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然而小杨哥 以前买充电宝时 被骗过之后 为了让粉丝们 能买到品质好的充电宝 也是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 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是危险操作 大家请勿模仿 专业的 我这样从螺丝上 你给你开 你妈 里面这么大个电池 这2万毫安就两星了 看一下 两个这么大的电池 说句实话啊 我曾经买过充电宝 里面放了两块铁块 这行吧 40块充 40伞充 今天小杨哥 送你们一个 安卓手机的线 这叫什么线 快充线 一年自保 换不休 40次登飞机 有运飞险 安心够 一年自保 我给个价格 79块钱 上车 小杨哥讲述 为什么每次大杨哥 不去参加活动的原因 说个事情 就是很多人看我去参加活动 假如什么活动 怎么就没见大杨哥 大杨哥他是主内 我是主外 有些活动都是我去 什么会议 各种各样都是我去 他不去的 他负责内部的东西 一些公司内部 文品内部的都是他负责 一些外部的东西 都是我去负责 明天刘文庚直播间 对 我去 本来是他去的 大家都知道 他的谁说 我嫂子 把孕了 不能说吗 大家都知道呀 知道了吧 知道呀 你这么多人知道 你别瞒着了 瞒着有啥意思呢 所以他 他现在哪里都出不去了 所以很多人说说活动 哎 为什么就小了 没大了呢 我还有一点 说什么 我不让他去 怎么可能呢 要陪媳妇 阿嫂是怀孕了 因为大阿嫂 她怀孕啊 她这个 就像她在前妻的时候 她这个孕吐反应非常严重 然后她运吐啊 她基本上就吃什么都吐 而且呢 像谁烧都不行 她都她都吃了 都吃不下去 就除了我 我烧菜她就吃 她吃也不吐 所以像那前 她大概吐了有三四个月 那三四个月啊 都是中午饭啊 我烧 然后晚上呢 热点饭 嗯 女人怀孕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习惯 我已经生 呃 怀孕了 我是太了解 就是女人怀孕 都不容易了 你说我媳妇 她怀孕她就只能待在家里面 哪天有时候就家里面走走 反正就是特别心疼 然后呢 又能吃 160斤 我媳妇怀孕是160斤 孩子生完大概还有150斤40斤吧 14050斤 花了两个月捡到了90多斤 你想想这多痛苦啊 这个这个 就是怀孕的过程 非常难受 怀孕过程却短 嗯 经常呢 一个人在被窝里哭 我媳妇怀孕了 他这个过程过程 过去之后 非常不容易嘛 肚子重啊 对吧 她这个 女人还有任性文 她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她老公陪她 嗯 真的 如果我多陪陪她 我心情绪就会好了很多 所以我就多陪陪她 啊 所以呢 明天我哥还不去了 我去 啊 我去那个红哥怎么演 比如大家跳操 你给你看啊 给你看杨哥 我的健身 我总的从头跳舞 跳两小时不参戏 就是说 明天你跟刘文文跳操 嗯 他怎么坚持下来 你就怎么坚持下来 对 他坚持两小时 你就坚持下来 那必须的 好 你放心 我肯定比他跳得好 给我装 不用说 我正常练身 放开 正常 没事 我就在那个按摩机上看 哦 不是 那个 跑步机上跑跑 看好了啊 你上个坐 你上个坐 看 啊 喝下你 你能不能把我捡起来看一下 好 来 给他秒秒 喂你下来啊 我就按那么疼 啊 哈哈哈哈 哈